這裏的扶手設計比較容易視像人士走過時會撞到 因為在手杖探路時未必掃到扶手 但它凸出來很容易撞到身體的部份 會令它們容易受傷 最好的設計是在落地下設計一些到地的設計 或者在這個角度裏做一些特別警示的顏色 令到低視力的朋友都知道扶手容易撞到 或者其他朋友都留意到它會凸出來 這個設計會好很多 因為它落地做了一條鐵柱 我們手杖一定會探得到這裏有個欄杆 減低它們撞到的危險 這個設計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上闊下宅的設計 對於失明人來說就很危險了 因為我們的手杖掃不到 但有機會撞到頭 哎呀 如果在一些繁忙的地方 就更加危險了 引路徑如果設有對比式的情況下 低視力的朋友就容易找到引路徑 這個矮柱式的設計 令到視像人士都會有危險的 因為手杖探測不到 而它們的腳可能會踢到 有機會嚴重點的情況下 它們會跌倒 這一款渠蓋的設計 這款渠蓋的設計 空隙比較大 很容易就卡住了手杖 很多時視像人士逛街的時候 都會靠著一些花蟲 但這一款修剪過之後 植物都伸出來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刮到它們的臉 有機會造成受傷的情況 嘩 真是造型了 視像人士使用公共服務的時候 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我們看看以下這個個案 麻煩你 我想問 簽牆是否在這裏 是呀 我有牆子 請教探 你什麼呢 簽名和簽名 這裡的日期 要自己填嗎 是呀 自己填的 我看不到的 這裡就是日期 這個機構和活動名稱 你填掉它吧 前線的工作人員 如果看到視像人士的話 可以主動提出協助 哦 問問它有什麼需要 先看看這裏登記套牆 是呀 是呀 要填一些時間 日期等等 你可以幫我幫我嗎 哦 你 我看不到 哦 好啊 好啊 那這些我幫你填了 不過你最久要簽名 行 好啊 先生 行了 這些資料我幫你填了 現在只差簽名 哦 好啊 好啊 在哪一個位置 如果需要親自填寫的話 請告訴視像人士 正確的位置在哪裏 就好像簽名一樣 首先把手指放在簽名的位置旁邊 之後由左至右開始填寫 這樣就不會有錯了 謝謝你先生 多謝你幫忙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好 請坐